有关主耶稣童年时期的事迹 圣经只记载了曾经有东方的博士来朝拜他 然后他随肉身的父母约瑟和玛利亚 逃到埃及去躲避叙利王的追杀 后来从埃及回来之后 就定居在加利利的拿撒勒 直到主耶稣十二岁的时候 圣经才接着记载 他在那一年 做了一件令他肉身的父母万分惊讶的事情 《路加福音》二章四十一和四十二节这样写着说 每年到逾越节 他父母就上耶路撒冷去 当他十二岁的时候 他们按着节期的规矩上去 犹太人一直都遵守从摩西传承下来的律法规定 尤其是成年的男子 每年都到耶路撒冷去庆祝三大节期 就是逾越节 五旬节和住棚节 不过住得比较远的人 可能就只是在逾越节才去 圣经没有记载 主耶稣在十二岁之前 有没有跟过他肉身的父母 约瑟和玛利亚去耶路撒冷庆祝与月节 只是很详细地写下了他十二岁时去的那一次 他那一年去耶路撒冷 有什么重要性呢? 让我们先从犹太人对孩童的宗教教育这个角度 来看他的重要性 犹太人的男孩子 在五岁的时候 开始学习有关律法的摘要和问答 到了十二岁 就会被称为律法之子 意思是 他要归属在律法的管辖之下 要开始履行律法上规定的责任 而到耶路撒冷庆祝与月节 就是七中的一项规定 约瑟和玛利亚在教养耶稣的过程之中 真是每一步都遵照了律法的要求 例如在耶稣降生满了八天 他们就为他行割礼 又遵照天使先前的指示 给他起名叫耶稣 当玛利亚生完孩子 居家满了洁净的日子之后 就带耶稣上耶路撒冷去 把他当作投生的儿子献给神 并且按照律法的规定献祭 行孕妇的洁净治理 现在到了耶稣十二岁的时候 他们也是遵照律法的规定 把耶稣带去耶路撒冷过于月节 使他真正成为律法之子 但是他们肯定没有想到 耶稣这次到耶路撒冷 竟然有那么出乎预料的惊人表现 在路加福音二章四十三到四十七节 接着写道 手满了节气他们回去 孩童耶稣仍旧在耶路撒冷 他的父母并不知道 以为他在同行的人中间 走了一天的路程 就在亲族和熟食的人中找他 既找不着就回耶路撒冷去找他 过了三天 就遇见他在店里 坐在教室中间 一面听一面问 凡听见他的 都稀奇他的聪明和他的应对 曾经有人针对刚才那段记载 发出疑问说 约瑟和玛利亚怎么会那么粗心 连耶稣有没有跟着他们一起回去 都不知道呢 其实这和当时过节的情况很有关系 犹太人到圣城去过节 多半是好几家人一起结伴同行 一路上浩浩荡荡的 通常妇人和幼小的孩童会坐棚车走在前面 成年男人跟在后面 年轻的孩子就自己成群结队地走 走了一天 等到黄昏扎营休息的时候 全家人才会碰面 约瑟和玛利亚就是在那个时候 才发现耶稣不见了 他们必定担心的一夜都睡不着 第二天一大早就回头去找耶稣了 一路上寻寻觅觅 到了耶路撒冷大概也不会马上到圣殿去找 因为对一个十二岁的孩子来说 应该有其他比圣殿更加有吸引力的地方 没有想到耶稣就是待在圣殿里 像个小大人似的 和那些精通律法的犹太教师们在一起对话 有问有答 并且对答如流 这使得约瑟和玛利亚以及所有听到的人都惊讶得不得了 其实对少年耶稣来说 圣殿才是最吸引他的地方 他对圣殿那一份非常独特的情感 就表露在他和玛利亚的对话里面 现在我们来根据现代中文译本 念出路加福音二章四十八到五十一节 他的父母看见他觉得很惊异 他的母亲对他说 孩子 为什么你这样待我们 你父亲和我非常焦急 到处找你呢 耶稣回答 为什么找我 难道你们不知道 我必须在我父亲的家里吗 可是他们都不明白他这话的意思 于是 耶稣就跟他们回拿萨勒城去 事事都顺从他们 他母亲把这一切事都珍惜地记在心里 少年耶稣对焦急找他的父母说 难道你们不知道 我必须在我父亲的家里吗 这句话暗示了 从人的角度来看 约瑟和玛利亚的家就是耶稣的家 但是从神的角度来看 圣殿才是耶稣基督的家 因为圣殿象征着 神在人间居住的地方 而主耶稣是神的儿子 他当然要待在那里了 约瑟和玛利亚当时不明白 主耶稣所说的话 主耶稣非常顺服地 跟着他们回到拿萨勒 并且负起长子照顾家庭的责任 直到三十岁的时候 才正式离开家出来传道 为我们立下了孝顺父母的好榜样 有关主耶稣从十二岁到三十岁 这段青少年时期的成长情况 只有一节经文提到 就是路加福音二章五十二节 耶稣的智慧和身量 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 都一起增长 路加形容主耶稣在智慧 身体 神对他的喜爱和人对他的喜爱 这四方面都一起增长 短短的描写已经让我们看到 主耶稣青少年时期的成长 很正常 也很完全 我们深信 神对主耶稣的计划 是要他先在世上做个完全人 这样他才有资格代替 不完全的世人受死 解除了我们人因为犯罪 而必须承担的刑罚 现在让我们来祷告 感谢父神的安排 慈爱的天父 感谢你让你的爱子 离开荣美的天庭 来到地上 经历我们人的成长过程 以致他能够体贴我们的软弱 主耶稣早在十二岁的时候 已经向人暗示了 他是神的儿子 不过 他一直等到你所预定的时间 才将自己真正的显明出来 其实 你也是在等候我们人 预备好去接受他 感谢你那么爱我们 用百般的忍耐等待我们 祈求你帮助我们 明白你的心意 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祷告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